来于将军我们看到这个金牌的背后 那我们也看到全红禅广东站家 他们家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打卡景点了 而且他妈妈也说 现在才知道原来家里有这么多的亲戚 所以呢平常的时候没有人问 得了金牌所有的人都靠过来了 我看到全红禅这次的访问之后 说句实话心中想起了一个 小时候看过童话故事真的是很心酸 卖火柴的小女孩 真的是超心酸的 她的金牌就像点燃那个火柴许愿一样 就是那一瞬间 但是这一瞬间燃烧了她所有的生命 一个七岁大的孩子 国小二年级 你要叫她天天去跳水翻滚练肌力 然后不能去抓娃娃 不能够去玩她想玩的玩具 这是多么不人道 他们想过那个训练强制的期间 她受了多少的强制的要求 她要克制她心中孩童的那份纯真 她要控制她心中对于孩子想追求的 小女生想玩的东西 她要全部割除掉 她为什么要割除掉 被破的 那叫做不快乐的训练 那叫做不快乐的训练 我们国家有没有少年开始练运动 有 我们的桌球教父 庄志渊 她八岁开始练桌球 可是她心中 是因为她家里本身就有桌球渊源 看到父亲 看到哥哥 看到母亲都是国手 见贤思奇 她要打得跟她一样好 那中途她有没有曾经想放弃 有 可是她的父母亲鼓励她 说这是我们家族很棒的一个传统 如果你要放弃你就去练书 最后经过这个桌球教父庄志渊 她考量了很多因素之后 她继续练球 这才叫励志 因为那她是为了理想而练球 不是为了生活而练球 而这位小妹妹 这个全红禅 她的童言童语 十四岁才国二 国二我在干嘛 国二我在干什么 在打蛋猪玩纸牌吧 对不对 国二我在干什么 她的国二就必须要扛起 她全家的生计 还有她家庭的未来 一个孩子会不会太沉重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不叫励志的故事 这叫做在强压运动下面 给孩子一个那个火柴点燃瞬间 燃烧她的生命 只为了造就 你中国厂的这一面金牌 我觉得为什么外面会这样子报道 其实从小练运动的人很多 可是为的是理想 为的是她的自身的荣誉 她自己要练 因为一般运动员 我们说受训 她不代表她要放弃其他东西 不会 教育非常重要 教育是不可能放弃的 一定是均衡的 因为均衡的 不会有一个运动员 当她拿到金牌的时候 她本身对于除了这项运动之外 她浑然不懂 她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种训练 其实讲句实话 那真的是跟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她把她一生的生命 她把她最精华 七岁到十四岁 最精华的童年 全部跟金牌做交换 她还拿到的不错 如果她没有拿到金牌呢 对 她的童年就毁了 或她中途了 受伤了 受伤了 或者说中途 她本身的表现没有那么好 那中国是不是就直接放弃她 就放水 她就回到她家乡 她也不会这么多人来参观 而且这么多人参观 暂时的有没有人会对这个整体的跳水运动 有想到整体的规划 从选手选训到用 未来的持续的培养 她的出路 没有人会想到 大家出去蹭声量而已 蹭完之后 当这面金牌的光芒消失之后 人就全部消散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你对于金牌的培养 我没有意见 但是请重视一件事 人道 你要把这些你的子民当人看 你不要把它当机器看 用完之后没有油了 落实了 你就把它随便一丢弃 我觉得这种奥运精神 你完全扭曲了 好